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只有金额好看 就只是用数字在欺骗台湾人民 结果过去马英九对于整个石化业所讲的字字句句 自己全部跳票 因为完全是中国掌控 我们看到所有的部分 很清楚石化业都是开放一些原本 就对于关税影响不大的来充塑 真正需要关税优惠的却不开放 如聚率与稀根本粉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石化产业必须具有关键技术的 但是这些关键技术我们却要给中国 这就是现在在整个硕化业石化业我们的隐忧 但是国民党还是沾沾自喜 马英九还沾沾自喜 我们头都给人家了 我们还在帮人家数钞票 这就是现在我们所面临有可能进入到二次经济衰退的一个隐忧啊